大家好,我是大刘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个焦白毛豆炒肉丝的做法 有营养的应激蔬菜,只需要油和盐 做出鲜香的下饭菜 新鲜焦白两根,去掉皮 先斜切成片 再切成丝 红辣椒一个,切成丝 包好的毛豆300克 毛豆要先洗净后再包 保留白色半透明的皮,有营养还好吃 鸡胸肉先切片 再切成肉丝 也可以用猪肉代替 大蒜切成末 生姜切末 热锅放油 放入姜蒜末 再倒入肉丝 炒至变色发白 先起锅备用 在热锅放一丁点油 加姜末 毛豆 翻炒几下后 加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焖6分钟 盖盖能保持毛豆脆绿不变黄 5分钟后,倒入焦白辣椒丝 大火翻炒至断生 倒入炒好的肉丝 开始调味 食盐适量,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 一丁点白糖提鲜 大火翻炒入味后 就可以起锅装盘 这道菜不用加其他调料 原汁原味 清淡爽口 还超用营养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留言并转发 谢谢大家 明天见